暗眼大人想钱想疯了 竟然在异世界做起了假钞 此时一辆列车被一伙山贼劫持 车上装着的有茶叶 可可还有咖啡 随便一卖就是几亿金币 有人眼红 干脆派人来截获了 这个人就是掌控 米德加尔商业的那位加塔大人 负责押韵的美少女们 眼看也要被劫色 他们不敢相信 那位大商会联盟的会长 是这种人 不过在听完山贼亲口说出的秘心后 大家也不用再装了 哈哈 没想到吧 我们是暗影庭院的 山贼们瞬间被制裁 新的战争也即将拉开序幕 另一边 暗影大人正在跟两个好兄弟约会 兄弟们在他炫耀着身上穿的名牌衣服 殊不知 那些品牌全都是西德的手下设计的 就在这时 游落衣服上的商标可要掉了 商标一掉 衣服瞬间变家伙 不过游落小脑瓜一转 如果把这个商标贴在别的衣服上 那那件衣服不就也变成名牌了 说着就接掉了商标 一看里面竟然还有另一个商标 好家伙 原来商家早就发现这个致富小妙招了 当然 西德身上的这一事 可是实打实的真品 他在王都也经常能看到西装之类的穿着 不用多想 肯定是阿尔法他们干的 他们利用暗影大人前世的指示 肆意扩大市场份额 想必那些生意被抢走的人 一定很恨他们 想到这里 西德突然起身离开 他要去拿回一切 回家之后 换上西装 打上领带 把头发束成大人模样 从今天起 他就是超级精英特工 约翰·史密斯 咱们约翰·史密斯 是去秘密会见无法都市的掌学人之一 妖狐学女的 学女告诉西德 前几天 加塔号召举行了大商会联盟的集会 据说要强化 针对三双的包围网 三双商会迟早会败落 而学女他们的打算 是在三双商会与大商会联盟争斗的时候 将一切都收入囊中 但要小心大商会联盟背后的那个男人 已经立于加塔之上 成为联盟统治者的黑社会剑客 剑鬼月丹 这是一个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男人 学女对他非常愤恨 终于列车到站了 暗影大人下车前 还不忘再装个逼 破坏一切后再重生 没想到异世界 也有秋季大甩卖这种东西 各大商会全都是在抢生意 这主要是阿尔法他们的锅 谁让他们无视当地商家 直接通过直营店进行独家销售的 告诉同行们都是他们为眼中钉 他们的三双商会面临围殴 也是理所当然的 唯一破解之法 的确是暗影大人所说的 破坏一切后再重生 他们摧毁三双 自己在摧毁他们 以遗留下来的大量资产为基础 再崭新的市场 设立新的商会 再将阿尔法他们 招为那个商会的干部 改个名字 三双商会就重生了 之后希德陪着两个好兄弟 一起去回收破旧商品 但商家找的钱 看起来有点不对劲 贾卡说 这是大商会联盟刚刚发行的新纸币 之前用的则是三双银行券 原本只能在三双指引店用 后来推广到了全王都 希德大为震惊 我的属下们 未免太能干了 竟然都把手伸向了银行 甚至现在还出现了山寨货 三双银行券的纸币 是多种颜色印刷 还有水印 大商会的新纸币 就显得很粗糙了 希德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从小他就想着 压岁钱能不能用打印机 不复印几张 这在原来的世界 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可是看着手里的新纸币 他突然觉得 这个愿望实现起来 好像真的不难 说完后 就拿着好兄弟的钞票跑路了 当天晚上 再一次以约翰史密斯的身份 会见了学女 告诉学女 这一枚金币 就能膨胀为无数倍 其中蕴含的 则是信赖 这一虚假幻想 聪明的学女立刻明白过来 她说的是纸币 金币 才是真正的货币 纸币顶多算是存入银行的 金币存款单而已 你在银行存一万泽尼的金币 银行就给你一万泽尼的存款单 那么在银行存入的一万泽尼 加上存款单上的一万泽尼 岂不是不知不觉间 增加了一倍 变成了两万泽尼呢 反正银行那一万泽尼的金币 不会流通出去 然而 如果银行以存入的一万泽尼 作为担保 又带出了纸币的话 市场流通的 就不止一万泽尼了 三昌的事业发展 促进了王都的经济繁荣 商人们纷纷介入资金 而银行则以发行纸币的方式 回应商人的需求 就这样 纸币在模糊了原本价值的情况下 迅速普及 金库里的一万泽尼 膨胀好几倍后 流通到王都 三昌也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 这就是信用创造啊 决你称赞三昌银行的老板 肯定是稀释诈骗犯 殊不知 人就在他面前坐着呢 讲完原理后 就该讲计划了 现在大商会联盟 也学着三昌印纸币 可是他们的纸币 印刷粗糙简单 聪明的学女 立刻就明白了关键信息 这意味着 很容易仿造啊 然后接下来学女的话 就让暗影大人惊慌失措 来看看 什么才是顶级的装逼技巧 在意识到暗影大人 想搞假币之后 学女提紧她 大商会联盟的纸币 还只在王都流通 一旦诡造 马上就会被查出了 暗影大人惊得当场撒币 用色力内人的语气 质问学女 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学女大脑肥肃运转 自动把暗影大人 找好了个借口 难道 她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贾巢被发现 这样一来 市民也会随之 对纸币产生怀疑 到时候 肯定会纷纷涌向银行 要求兑换金币 如果他们能抢先一步 肯定能占取利润呢 然而暗影大人 再一次问了她相同的问题 强大的压迫力 让学女冷汗直流 但她还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在她看来 这个计划 就是没有任何漏洞 很快 列车到站 暗影大人 垂头丧气地走下车 学女还在那以为 她考验的是自己的诚实呢 沉迷扮演精英特工的希德 却吃拉面 靠劳子 结果遇到了德尔塔 蹲在地上跟小狗一样 喊她再来一份 吃饱喝足后 她背着德尔塔回去 狗鼻子立刻闻到了 主人身上的狐丑味 用自己的凶器 使她闷死希德 希德问她为什么在王都 德尔塔回答 她之前在狩猎盗贼 还邀请希德一起去 希德便提醒她 难道阿尔法没找你吗 德尔塔这才想起来 自己忘了啥 刚准备去找阿尔法 有可怜兮兮地 回头望向希德 心里还惦记着 狩猎盗贼的事情 另一边 大商会联盟的会长加塔 正战战兢兢地 给剑鬼汇报情况 他们派去抢劫三畅的 山贼全部失败了 剑鬼便把自己的 清兵四叶派给了加塔 而希德 无法抗拒德尔塔的 小狗眼神 却带着她 先去狩猎山贼了 她的狩猎 完全是单方面的虐杀 在杀到最后一刻的时候 那个兽人男 突然喊出了德尔塔的 真实名字 莎拉 德尔塔在这个人身上 嗅到了自己老爸的气味 原来是她的哥哥 结果下一秒 就毫不留情 把这个哥哥秒杀了 还美其名曰 弱小的家伙 是一族的耻辱 有一千多个呢 因为德尔塔的父亲 是族长 希德听她这么说 就放心了 死一个 应该也没啥关系吧 更何况 德尔塔他们不足的规矩就是 弱者就该死 人少了就增加 让暗眼大人的直股 无愧是兽人 格局是真不一样啊 没想到 拖着德尔塔回去的路上 这兽尔娘 既然建议她 干掉子的老爸当族长 然后生一大堆子孙 成为最强一族 还说 会给她找一百个女人 自己也会给暗眼大人 生一百个孩子 大商会联盟这边 接连吃鞭 建鬼不仅不放弃 反而加大利率 让四叶等剩下三人 强化对三朝的攻击 把他们的机密 全部夺过来 而这个建鬼 竟然也是教团的人